大家好欢迎来到怪兽崛起 我是怪兽 从1929年到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 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奴隶阶级那是真的惨 美国有30%以上的人口是一丁点输入都没有 那农村的还好 因为农奴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 城市里的工奴们 他们的生活因为要高度依赖工业化的物资 那没有钱就只能坐等饿死 那不止美国 像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大国也都受到了波及 Manchester在光荣与梦想里这么描写 无数人都要像畜生一样才能够生存下去 当时的美国有一个广为流川的故事 说有一个寡妇每次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吃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眼镜先摘下来 因为不然他就一边只能看着食物上成群的蛆一边吃 数据统计就这三年多美国非正常死亡高达700万人 这几年的美国简直就是个人间地狱 中国大陆的观众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 三年加上无数非正常死亡等于什么 对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人叫三年自然灾害叫什么 毛灾对不对 那毛泽东是中国的一哥 那他脑子一热搞什么亩产万金 你可以叫他毛灾 那美国大萧条是什么灾呢 那我们就来个呼应 我称他为华灾 是华灾不是华灾 那为什么我要把美国大萧条称作华灾呢 15分钟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那像什么卡恩斯主义啊 什么国际贸易坍塌 新古典理论不均衡理论 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一堆啊 什么经济学家哲学家这个那个专家的啊 他们说的呢都对 但是他们只解释了结果 他们不会告诉你原因的 我知道啊说到这里肯定有明珠不服的啊 挑出来说啊不对 大萧条那是不可控的经济因素导致的 三年自然灾害是由毛独裁的专制统治引起的 这两个能是一回事吗 哎你没有听过那只看不见的手吗 我靠你他妈是想告诉我经济是天灾还是自然 那我他妈也算是服了啊 连大洪水都可以是上帝的项目 那经济这种东西不是人为的 他他妈还能是傻啊 好那我今天就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一场饿死了无数奴隶的美国三年自然灾害 就是一场美国的统治阶级失败的天使投资所造成的结果 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以后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奴隶的生命注定就是为了服务于统治阶级野心而存在的 首先啊我们要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 简单的说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从斗争到垄断 再从垄断到最后实现独裁霸权的一个过程 这个独裁霸权就是资本主义的终极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教授Anthony Sutton说 at the top level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p communist and top capitalist 意思就是说啊在统治的顶端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因为无论你维护的是什么思想什么主义 它都必然是围绕着利益和权利的争夺转的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逻辑 我经常说啊离开了这两个主题 你什么东西都解释不了啊 无论是2000年前的秦始皇赢政 还是800年前的世界霸主陈吉思汗 还是像今天的什么洛克菲勒家族 福特家族摩根家族 这些华尔街的大老板 他们每天奋斗的kpi 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开辟垄断市场 大批大批的收纳新奴隶 上期节目我也解释过了 这帮新老板新的资本势力的新店是怎么开起来的 就是想办法先挑起矛盾 然后用资本资助革命制造战争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重新划分地盘和奴隶 就像是一战以后的法尔赛条约 就是一张典型的合法新店开张的凭证 大家凭本是在里面合法搜刮土地 巧奴隶 实相也是蛮难看的 而上个世纪初正是今天的世界独裁拔拳 美国崛起的开始 他的背后就是这帮华尔街精英对外扩张最猛烈的时候 那我们都知道投资必然是有风险的 对不对 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 在这帮世界拔主创造了一个个独裁奇迹的时候 他们也制造了两个最失败的天使投资 可谓是损失惨重 这两个投资就是Vladimir Lenin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和Adolf Hitler的纳粹党 从13世纪的世界霸主拔都 征服Russia各国开始 到伊凡大帝 再到罗曼诺夫王朝 就凭这1710万平方公里的餐馆规模 就必然不可能会有不对这片土地刘哈拉子的统治者 19世纪开始正式统治世界的这帮资本势力也不例外 他们投资了红色十月 也就是十月革命 用资本支持列宁搞布尔什维克革命 在苏联建工厂为革命输入和提供物资 还有技术支持 整个19世纪的初期 美国的这个影子政府在世界上挑起的所有战争的目的 就是要运用资本的力量去推翻所有的传统皇权 然后再通过垄断去打开一个全球的奴隶市场 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成为华尔街的奴隶 最终实现他的独裁霸权梦 而俄罗斯的上一任主子罗曼诺夫家族 和后来短暂的临时政府表面上是输给了列宁搞的革命 实际上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从华尔街生出来的 红十字会就是这其中的一只手 那为什么红十字会会是一个国际机构呢 那你看懂了没有 因为他就是这只救死扶伤的名义到世界各地资助各种革命 推动和挑起战争的这只手 当时红十字会被直接派遣苏联 而且任务就是帮助革命 比如纽蒙特矿产的创始人 William Boyce Thompson通过摩根大通资助了苏联价值100万美元的电缆线 这条电缆线一路从纽约连到里德格勒 正是因为这条线列宁和华尔街之间的通信才能够像用了开塞路一样顺畅无阻 还有号称第一欧亚大路桥的西伯利亚铁路工程也是华尔街投资建设的啊 这条全长9288公里的世界最长铁路线就是当时革命运输军队和战争物资的关键 还有从美国派过去苏联支援红军的军队也是通过红十字会混过去的 从各方面支援红军在各地打压白军 让他们在革命的路上如虎添翼 福特还给苏联资助了高基工厂 为他们提供燃气和石油支持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在1919年的冬天 当布尔什维克一路远征到Vladivostok的时候 当地的政委为什么要对美国军队发表感谢演讲懂了没有 随后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束以后 沙皇工业也就在华尔街资本的垄断下破产倒闭 达通银行美国国家银行以及华尔街的各大资本组织就纷纷进入苏联霸占工厂 好了垄断的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像哈瑞们就霸占了矿产的垄断市场啊 阿姆哈玛的Occidental Petroleum就抢到了铅笔和石面工厂 还有Dupont Ford Hercules Engine等等都来投资苏联 先后占领了五金制造业文具制造业等等啊 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一时间各大资本势力都想要从苏联这个新店里分走一杯羹啊 于是各大财阀真先恐后不断涌入苏联霸占市场进行垄断的同时 投资的物资也从美国本土不断的涌入 把美国打造成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就跟今天的中国一样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投资必然有风险 耶稣都能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帮华尔街出来的当然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有滑边的时候啊 斯大林在1922年上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时候 列宁就已经被他囚禁起来了啊 他名义上代表列宁实施统治实际上已经架空了他的实权了啊 刚刚说过资本的目的就是独裁 对于斯大林来说华尔街这帮资本精英就是想要通过资本架空他的实权 那以斯大林的脑袋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个游戏的玩法呢 虽然你资助了我领导列宁搞革命 但是在利益面前那哪有什么道德可言 那你在我这里搞工厂想靠这资本的垄断独裁实际控制苏联的命脉 那既然你喜欢独裁那老子就给你一步到位 我自己搞一国社会主义 就是用这个方法慢慢的开始把这帮资本家踢回老家去 那随着资本势力渐渐的被赶走啊 工厂的产能下降导致经济紊乱 这就是1922年到1923年俄罗斯大饥荒的开始 直到1928年到1937年的苏联大清洗的目的 就是要斗垮托洛斯基和他背后的华尔街资本 和他们这些垄断企业和工厂对苏联的实际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9年开始 也是美国大萧条的开始 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就成功的推翻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和美国的战场还扩展到了蒙古新疆和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国共内战也是在这个时期 最后你们都知道的随着蒋介石被赶去了台湾 毛泽东驻扎北京 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胜利属于斯大林 美国华尔街势力正式打包回老家 华尔街的这场投资正式宣布破产 拜北 那华尔街的这帮人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啊 像他们这样的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呢 虽然在苏联拜北了 但是他们还有另一个天使投资项目 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可是啊可是 事与愿违 他们又划边了 因为在欧洲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斯大林也在背后狠狠捅了华尔街一道 1922年 当希特勒在最初进入德国政坛的时候 他收到的第一笔革命启动资金 大部分就来自于亨利福特 福特家族就是当时希特勒背后的那个大金主 这就是为什么亨利福特会在1938年 获得纳粹党勋章 但是希特勒开局运气不太好啊 隔年1923年就在莫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 不小心没有完好啊就被抓了进去 虽然被判了五年 但是他最后只吃了半年牢饭就出来了啊 那个时候的革命者是真的敬业啊 就算坐牢也在不停的想办法要抓奴隶啊 所以就在这坐牢的半年 他也没有闲着完成了巨作《我的奋斗》第一册啊 到1933年 希特勒通过选举强势回归啊 成为德国总理 再在1934年再次通过选举成功勃起 而不对是雄起成为德国元首 彻底完成了成为一条恶龙的变身啊 但是他成功的背后 当然也离不开华尔街的资本市 1933年在纽伦堡银行记录中 有一笔秘密转账 这笔钱打给了希特勒最有力的左膀 右笔 鲁道夫赫斯 在柏林的Double Sugar Bank的一个账户中啊 这笔钱就是希特勒掌权的关键 希特勒用这笔钱掌控了IG发本 也就是德国通用电器AEG 而他的实际控制方就是美国通用电器 General Electric USA 而通用电器的背后掌权者 就是鼎鼎大名的JP Morgan和Vanderbilt Family 技术方面则由爱迪生电灯公司提供支持 这里顺便说一句啊 很多人以为爱迪生是科学家 这话要是传到了爱迪生的耳朵里 简直就是侮辱啊 人家爱迪生从一开始就是个资本家 还有像通用石油的洛克菲勒家族和大财阀 Henry Morrison Flagler 也给德国的军工提供了巨款的投资和技术支持 比如通过Tetrazo提高汽油里的Octane等 这些当时的高科技技术啊 都是美国ISO实验室研究发明的 还有像什么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 ITTR Kepler Fund 等太多太多了啊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 那到这里你还比我还比大家还比 但是希特勒也是个聪明人 他也知道资本运转的逻辑 就是要利用他来制造战争和革命 然后再靠资本架空他的实权 让他成为一个傀儡政府 那这样希特勒还能happy吗 那就不happy 那他的应对方法就是 那就干脆直接把纳粹贯彻到底啊 也就是军国社会主义 于是他就开始通过军队打压华尔街的资助工厂 比如在Colon的军工厂啊 用这种方式慢慢削弱华尔街资本 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 德国的德意志银行 虽然是华尔街建立起来扶植希特勒的 里面的股东都是美裔犹太人 也就是美国安排在德国的眼线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1933年 解雇了德意志银行的全部犹太股东 把这帮美国的势力赶出了德国 这就是去犹太化和亚利安化 也是后来屠杀犹太人的灵感来源啊 那在赶走了那些美国的犹太股东以后啊 隔年1934年的8月 希特勒就通过民选成为了德国元首 实现了一个完美的翻身 直到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你想一想 为什么希特勒一上台 经济就像飞一样的增长 难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显然不可能对不对 这个德意志银行 就跟派去苏联的红石自汇一样 失去资助革命的 那随着华尔街资本势力被慢慢赶走 那也是工厂开始倒闭 产能开始下降 经济开始混乱 和苏联大饥荒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苏联只有憋三 有钱人都被搞下去了 对不对啊 但是希特勒这边 还有那些做生意的犹太人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亘古不变的逻辑又来了 那谁有钱就抢谁的钱嘛 对不对 反正欧洲也有反犹太的传统 真好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 要去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种族屠杀 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前 他们身上什么戒指项链手表皮鞋衣服什么金牙通通都得留下来 别跟我扯什么种族主义啊 你知道希特勒的重要部下有多少是犹太人吗 怎么没有见他们被送进毒气室啊 说白了被送进集中营的这些就是犹太低等奴 你有能力把罗斯查尔德家族送进毒气室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基辛格根本就不在乎苏联犹太人死活的原因 因为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种族 只有阶级 好了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啊 终于可以回到美国大萧条了 我们都知道打仗打的是什么 钱和物资对不对啊 说到底那些美国的老板在外面搞创业搞战争 那后方的物资供给才是最关键的 他必须充足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一战开始就立马成为了世界大工厂啊 各种物资军火技术都在这个时候爆发 像洛克菲勒摩根这种大家族都是靠战争发的财啊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老油条了啊 像他们这样每一笔天使投资数额都是泰坦级别的 那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呢 收割奴隶嘛那还能怎么来嘛 本来一战结束以后欧洲已经被打成一片废墟了啊 那重建让美国的订单繁荣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那重建总有建完那一天对不对 但是呢还好那些新地盘上新开的工厂啊 让美国本土的工业产品和物资有了新的出口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美国的工厂和工奴会被压榨的如此彻底的原因啊 因为本来这些全部都是为了给新店的投资做的准备 可是呢天不随人愿 美国的这帮资本家那最大的两个天使投资失败了 他们在德国和苏联各被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背后各插了一道 鲜血答答地啊 那随着华尔街的老板们在苏联和德国被前前后后的赶走啊 他们也失去了一家一家在海外的投资工厂 也就没有了扩张和建设的物资需求了对吧 这就导致了远在美国本土的那些靠工奴没日没夜累成狗生产出来的巨量物资 那没有地方销售了那产品过剩其他国家也知道啊 你美国计划把这些货物出口到其他国家 但是其他各国都非常聪明啊他们提高了关税 那你的货也就没有销路了那美国本土的奴隶又因为被长期的过度奴役 这些韭菜们一个个早已被压榨的干干净净了啊 那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在美国有一个纺织厂的女工 每天工作15个小时啊每天回到宿舍就是睡觉 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啊 但是她根本不记得跟谁搞过啊 那很明显她是被强奸了啊 但是她太累了 案发的时候她竟然就没有醒过来啊 所以这些螺丝钉和韭菜根本就不可能具备消费能力对不对 这样的窘境你说这泡沫还有不破的道理吗 结果就是大量的小店主开始纷纷倒闭 韭菜和螺丝钉们也纷纷原地下岗 从一个鳖山正式沦落成一个测楼 这才是造成这起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真实原因 看懂了没有你以为这些都是不可控的经济危机吗 是什么天灾吗如果你还认为是 那我只能说我靠I fool you 哲学家康德说一个公民应具备三种权利 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和组织社会的权利 这个就说明了一点那你就是一个纯奴隶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公民 因为属于公民的权利你哪样都没有 政治方面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啊 你随便翻翻我的节目大把大把的案例啊 就拿疫情来说到今天这样那样的国家危机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越来越多因为制造危机是这帮搞政治篡权的最快 最有效率的方式弄个什么新冠病毒危机啊 总统就可以有权决定那你必须要去注射这个疫那个苗啊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去注射对吧 只不过就是要承担失去工作的代价嘛 那比如像我们在医院上班的啊 如果你跟病人说任何怀疑政府的言论啊 那你的执照马上就被吊销啊 还要面临官司和巨额罚款 哎但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什么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一无所有在社会上还要被民主们到处嘲讽和看不起什么的而已嘛 这么看来西方国家果真是非常的自由和民主啊 组织社会就更不用说了啊 只要你影响到了上层利益就必定是武装阵压 那那些可有可无的啊容易操控的傻子们 我们上期也聊了罢工啊你们应该都懂的 没看过的可以出门左拐看一看啊 还有比如像什么新冠期间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组织抗议 是如何被警察和军队暴力镇压的啊 你们就自己去查吧 反正网上也一大堆 经济上你就更不可能有什么自由了 哎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底层人印钱就犯法 而统治阶级印钱就合法 因为通过印钱来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就是上层合法抢你钱的方式俗称割韭菜 你想一想按道理来说 如果统治阶级可以随便印钞票那韭菜们还交个屁税啊 没有钱他们多印一点不就完了吗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交税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上层人印钱搞通胀是合法 而你去印就是犯罪 为什么犯罪 因为会引起通货膨胀 你引起通货膨胀就犯罪 他们搞经济危机就合法 这逻辑妙啊 很多时候我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明摆着的一件事情 很多傻子就是看不懂 真的是气人啊 什么是中央银行 说白了就是一个协调汇率的印钱社团 目的就是要奴役全世界的奴隶 俗称全球化 美国著名经济和统计学家 Milton Friedman说 印钱就像喝酒一样啊 你一开始会感觉到很爽 但是头疼是迟来的 往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通货膨胀也是这样一个现象啊 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 你就必须疯狂的印钱 因为上一轮印钱收割完 韭菜以后系统中的负债 就会持续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因为只要中央银行的打印机没有坏 钱就可以持续打印 直到膨胀到一文不值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买单的永远都是底层的奴隶 就像大宅门里的台词说的那样啊 你爷爷犯罪了 我爷爷被枪毙 说的真的好啊 所以像经济危机这种东西 早已经是一种模式化流程了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把打印出来的钱和你辛苦赚了的钱 像打麻将洗牌一样一掺和 哎你的钱就贬值了 哎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就来了 然后物价疯涨50% 当然了工资也会涨 只不过就给你涨个5% 看懂了没有 这只市场经济的手 为什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因为他拿着一把大镰刀啊 举起落下举起落下 忙的不可开交啊 不为别的只因为分收的季节来的是越来越频繁啊 对于那些天天扯什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专家们 我只能说你们好可爱 你们的天真真的是好清澈啊